RT 不进回来上班很无奈 更无奈的是 瑞将被周冬雨换点了 他说 有重磅 摩拳擦掌的等待着 结果只是这个 瑞将竟然和很多人一样相信了 会有重磅 就这 他还上了热搜了 告诉我 周冬雨真的不会被人打SI吗 就说大实话 会被打到变形好吧 小姐姐您太低了 就是发个小广告 杰克代言 别比发这个耿辣强啊 就感觉像是真的想说点啥 结果被身边的危机公关墙压下来 只好写这个凑凑数 就感觉像是当年郭天王姓恩爱 王洛丹的膝盖 沈茂城半夜三小区大门 张星宇喊话里程 张杰艾特圈内好友秀美首 AMP组合词共俭听音乐AMP 花式自宽 先声明一点 瑞将其实还挺喜欢他的 演技也在线 但还是感觉有点大 因一件小小的事被消耗了好感度 要知道 身为公众人物 你的梗 明明应该更有趣一点才对 在公共场合发的话 行的是 不应该仅仅是弱弱的卖萌 外傻白甜 你看学报女神 艾玛沃特森 超级勤奋的 奈特利波特马 做慈善做得很设定的 安吉利·纳朱莉 潇洒独立的 凯特·奈特利 就他们身上 都特有一种 克里斯玛 人格新权力 超白个人魅力 号召力和启示力 简单的形容 就是很有心象 这类人 往往会更加吸引粉丝 反过来看 我们常常能看到的 当家小花和流量 它们大多的呈现 是个 种鲜鲜的 美美的 偶尔会有那种 潮潮的 是很美啦 不过我像你们这样的讲 你狠手能看到 从他们身上 散发出来那种 Girl Crush 的气场和 微博上给粉丝发福利 千天一律的 自拍自拍和自拍 总感觉还是弱弱的 似乎还是缺少了些什么 打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去看广告片映照 没错 它们表现出来了美意 明眼动人 却不够多元化 要知道 女生不仅仅是甜美的代名词 还可以是有才气的 摇滚的 强势的 普帅的 李类的 以前李少丽的那种强势 Power风 不是也特别令人印象深刻吗 瑞强再举几个 Girl Crush 的例子吧 张蓝星 瑞强最近在最勇敢的世界 很本他 他这个跳脑子是真真帅气无比啊 新兴的外形绝对是那种 非常女性化的 但并不柔弱 这身材 可以说 让人非常非常非常羡慕了 他是演员也是台权的冠军 所以 你能明显感觉到那种 Power 必须要回放一下12声响里面 用高跟鞋勾钥匙这段 没惨了 谭威威 他一直努力做最好的音乐 是犹态度的音乐人 也是影视歌跨界发展的多期权能艺人 健身自律的同时 不忘记行工业慈善 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祝快乐 借着快乐之城 有火 雷把的宁静 他也消极有个性的 能把短发hold住 脸也很完美 王妃 天后 就不用说了 在你心中 根据有go crash 的女爱都提名都有谁呢 我知道 很容易 我只会让你 但你抓紧 是这一个人 有空的 有空的 就不知